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赤狐 在這邊先祝各位新年快樂 祝福各位今年都可以愉快的享受在遊戲當中 《寶可夢傳說》阿爾洲斯 一款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寶可夢遊戲 在Game Freak把真傳重置放給別人製作之後 全心全意做出來的作品 到底這款遊戲會有怎麼樣的表現呢? 我在花了不少時間玩過之後 統整出了一點我自己認為的優缺點 如果你只想聽單方面的吹捧 那麼這裡或許不適合你 但如果你想聽一聽一個玩家的分析 就讓我們一起進到遊戲的世界裡吧 這邊再次感謝台灣任天堂提供本次的遊戲片 寶可夢系列的遊戲 最早以本傳遊戲開始紅起來 本傳遊戲本身是一款回合制的RPG遊戲 透過捕捉寶可夢成為你的夥伴 並且帶著這些寶可夢夥伴一起踏上冒險的旅途 以收集寶可夢圖鑑與成為冠軍為目標而努力 在這樣的體制之下 搭配上當時動畫開始風靡全球 讓寶可夢這個IP走進了世人的眼裡 也在此IP之上做出了更多的變化 包含有格鬥遊戲、拍照遊戲、迷宮遊戲等等 但畢竟本傳就是RPG遊戲的緣故 在RPG上一直以來都沒有做出大幅度的變革 主要都是以本傳的系統強化來開發 例如新增特性、進化型態、系統調整等等 即使在差別比較大的Let's Go上 也依然有本傳的架構存在 而這次的阿爾咒斯 就在他們知名的RPG類型上 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變化形式喔 《寶可夢傳說》阿爾咒斯取消了線性的地圖 改成區域地圖的形式來冒險 我們在固定的村莊當中 不斷得到各地探險並且捕捉寶可夢 不過雖然更改了地圖的模式 但遊戲的推進依然是以線性劇情的方式呈現 在過去的世界裡 人們與寶可夢之間的關係 還沒有像現代一樣彼此了解 並且達到共生 人類還是單方面的畏懼寶可夢 而我們要幫助博士 利用自己很會抓寶可夢的能力 來調查寶可夢 讓人類與寶可夢之間的關係能夠更進一步 為了要真的做到調查的目的 並沒有辦法只靠一隻寶可夢 就能夠做出完整的研究 在研究上就需要透過多觀察寶可夢的戰鬥 多捕獲寶可夢 讓調查能夠順利進行 另外在主角開始幫忙銀河隊之後 寶可夢的生態似乎產生了一點變化 我們的主線劇情就需要努力幫忙解決這些問題 寶可夢本傳過去的特色當中 我們可以整理為三大類 劇情、對戰、收集 這三大特色突顯了整款遊戲的特別 而這三大特色同樣也有在這次的阿爾宙斯當中呈現 我在玩這款遊戲之前 並沒有對這款遊戲的劇情有多高的期待 畢竟在地圖非線性的情況之下 在劇情的呈現上就會有所限制 但是這次的阿爾宙斯確實在劇情上做出了突破 或者是說它跟上了現代的流行 真傳的神獸的代表分別是時間與空間 而我們的主角就是穿越了時空 來到了喜翠地區 寶可夢傳說就是一款穿越劇沒有錯 而來到這個世界的我們 被發現了很會抓寶可夢的驚人能力 為了能夠在這裡生存 也為了能夠完成阿爾宙斯的要求 我們開始了幫助銀河隊的旅程 而在我們穿越過來的時候 剛好天上開始打雷 讓一些寶可夢進入了另外一種狀態 擁有超強抓寶能力的我們 當然要幫助大家來調查這個問題喔 整體的劇情設計搭配上遊戲的世界觀 讓這款遊戲在設定上非常有特色 有很多地方都會讓你眼睛一亮 欸原來寶可夢也可以這樣搞啊 而在一路上我們接到的一些支線任務當中 還可以看見更多人類想要嘗試 認識寶可夢的過程與方式 透過過去人們的行為 我們可以更了解寶可夢的世界 如今是怎麼樣形成的 也讓這款遊戲在劇情上 與過去的遊戲有所連結 而在地圖上也做出了寶可夢的生態 比起隨樂拍 這裡加入了寶可夢的主動攻擊性格 寶可夢的棲息地狀況等等 是一款透過劇情與世界觀 可以讓玩家進入這個世界的遊戲喔 戰鬥一直以來都是寶可夢遊戲的一大特色 透過搭配招式 寶可夢屬性、特性選擇、個體培育等等 讓寶可夢的戰鬥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在二人宙世當中 確實如預期的被拔掉了不少東西 但是相對的也加入與更改了不少東西 在沒有了傳統回合思考之後 這款遊戲利用的是半回合制的方式 讓遊戲呈現一種半即時對戰的感覺 我們的出招順序不是單純的輪流 需要考慮到速度帶來的行動值 例如原本在本傳來回對戰中的電光一閃 可以強制優先攻擊 但在這裡帶給你的好處 是在計算行動值之後 有可能可以連續攻擊 或是對後面的攻擊順序有所影響 在調整為行動值之後 戰鬥依然有不少需要思考的要素存在 要判斷自己會不會被對手搶的行動值 而導致被連續攻擊陷入被動狀態 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可以解決 遊戲中的寶可夢除了等級提升強化之外 還有技能的熟練度 當熟練度達到一定 那個招式就可以附加兩種能力 鋼猛與迅疾 透過迅疾就可以調整寶可夢的行動值 來避免自己陷入被連續攻擊的被動狀態 另外如果自己本身的行動值很高 或是打算在一回合之內結束對戰 也可以利用鋼猛來強化招式傷害 不過有趣的地方就在於 這款遊戲的戰鬥難度 比起以往的寶可夢都還要來得高 由於沒有大量的路人NPC鍛鍊等級 在思考上更像是傳統的RPG的思考 在同等級下的戰鬥即使沒有屬性相渴 也很有可能會被兩下帶走 讓玩家需要不斷的回去回血 所以補品在這款遊戲中的重要性就變得比較高 戰鬥的傷害的不同 也讓鋼猛與迅疾的使用變得非常重要 在戰鬥的呈現上 又別於以往做出了系列的全新特色 而在寶可夢的培育上 同樣有加入個性系統 但是取消了特性系統 另外寶可夢的努力值 更改為可以吃石頭強化的奮鬥汁 依然有個體的差距存在 另外戰鬥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互動性 遊戲取消了過去單調的站位系統 包含戰鬥中的寶可夢會移動位置 甚至連我們的角色都可以自由跑動 也可以站在兩個寶可夢之間 來被他們的招式穿過 值得一提的是 當你進入戰鬥位置的時候沒有拉好 還會遇到周圍的寶可夢一起圍毆的狀況 由於不是單純的回合制 在半回合制之下 這樣的圍毆合理但依然吃虧 不過也更合理化了寶可夢的生態體系 如果說我自己是哪一派的寶可夢玩家 我想我會更偏向收集派 寶可夢傳說的收集要素 可以說是這款遊戲最大最大的特色與重點 前面提過我們在協助調查寶可夢 也就是熟悉的寶可夢圖鑑 過去的遊戲中有兩種方式可以收集圖鑑 一個是看過一個是抓到 在阿爾宙式的世界裡 人們對於寶可夢的認知太低 甚至調查的體系也不夠全面 也因此想要完整獲得寶可夢的資訊 那可不是單純的抓到就好 為了要完整調查 我們需要完成一定量的調查點數 每一隻寶可夢的點數獲得方式都不一樣 基本的有捕捉與戰鬥 另外有些會需要看到他們的招式 有些會需要使用特定招式來打倒 有些會指定重量大小等等 而大小的不同在遊戲中會有很明顯的展示 這款遊戲是少數在野外 有努力還原寶可夢大小的遊戲 即使是相同的寶可夢 不同的大小在模組的呈現上 也會完全不同 另外還有頭目級的寶可夢的出現 它們在數值上也會有所不同 還會有一些特殊的招式 對於喜歡收集的玩家來說 這款遊戲光是想要把寶可夢的調查點數 全部都完成 就可以花上非常大量的時間 如果說把這樣的要素放在不知名的IP上面 或許會被玩家抱怨太濃了吧 但因為它是寶可夢 因為這個IP在過去的歷史上 讓玩家喜歡與好奇 我們會更願意花時間去抓重複的寶可夢 來完成自己從小收集到大的寶可夢圖鑑 而收集派玩家的另一大樂趣 除了收集寶可夢之外 還有收集遊戲中的道具素材與遺落的文章 這些東西都在廣大的地圖中可以自由探索發現 讓這個大地圖不會有過度空曠的感覺 我們美味了一隻寶可夢往前探索一點 就會發現下一隻不同的寶可夢 又或是看見遠方的素材 當我們往前之後 又會被下一隻不同的寶可夢給吸引 時間就這樣花費在享受大地圖的探索之中 而這也是自由探索與生態呈現的一種樂趣 看是花了很多時間冒險 回過神來其實主線完全沒有推進 但我們依然收集的相當快樂 如果依照前面所說 這款遊戲確實相當耐玩 畢竟有大量的寶可夢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但問題就在於一樣的事情 如果想想曠野之息 你之所以不會感到厭煩 除了同樣的探索之外 有的是不同的神廟 不同的解謎與不同的發現 而在阿爾宙斯當中 根據每個人的不同 或多或少在一定的程度之後 會突然發現自己真的是在重複而已 會在那個瞬間失去遊戲的方向 我會認為它在主線的推進上 依然可以讓玩家有動力 但在完整的收集上 需要玩家自己本身的喜好來支撐 而另外雖然說遊戲的整體劇情世界觀很棒 穿越的方式也跟上了時代 但在文本的代入感上 確實存在一些問題 例如大家都害怕寶可夢 但它卻說在遠方的阿羅拉 人們已經騎乘寶可夢了 或是其實我們沒有做什麼 但NPC說我們不惜做到這個地步 讓它很感動 另外還有人們想要與寶可夢共融 但卻把小拳石當成自動煙菜石來使用 已經不確定是共融還是奴役了 在文本的代入感上 不能說是粗細 因為根本沒有進去 但如果是以有趣的角度來看 確實很多地方寫的相當鬧事 戰鬥上雖然做出了變革 但或許是因為少了沿路的對戰 少了道館的挑戰 少了冠軍的目標 遊戲在戰鬥上的需求其實不算太多 例如玩寶可夢的對戰 對於會玩動作遊戲的玩家來說 可以全程不需要派出寶可夢戰鬥 對於很會玩偷襲的玩家來說 所有的寶可夢都丟球就好 而這也造成了遊戲中的戰鬥 看似變化實際上弱化的一大原因 如果要我說對近期寶可夢遊戲的看法 只看Game Freak做的遊戲的話 那麼寶可夢劍盾是在對戰上做出的特化 讓玩家快速通關、輕鬆培育 進入到級別對戰當中 享受的是與別人在戰術上的較量 而阿爾咒斯則是蒐集的特化 讓喜歡這個IP的玩家 能夠透過自己的冒險 來觀察寶可夢、來認識寶可夢 並且完成史上最難蒐集到全滿的寶可夢圖件 而那份成就感比起過去的全圖件完成 還要來的更加舒爽 至少我自己正在往這個方向努力著 整體來說這款遊戲 我會說它是一款很棒的RPG遊戲 滿分10分我會給出9分的好評 它好玩、有特色、有創意 但也如我之前所擔心的 對部分玩家來說 它相較於本傳沒有那麼耐玩 另外因為確實有動作閃避的要素存在 看到有不少玩家在打王寶可夢的時候卡關 我沒辦法完全斷言說不適合動作苦手玩家 但確實在極少部分的遊戲中 你們會需要一點練習才可以順利通過 另外還有一些玩家有遇到部分閃退的問題 這個相信遊戲公司會透過更新來調整 不曉得各位喜不喜歡寶可夢傳說 阿爾周斯這款遊戲呢? 你們玩到現在的心得如何呢? 另外還沒有買的玩家 你們比較擔心的點在哪裡呢? 歡迎留言分享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